Mутon.com 超胜 8 今天好,我是今天要幫你做檢查的理事 請問您,是我是 我是沈冠 水檢查,你好 那你今天是哪兒製作人? 小米 那接下來我會幫你做一些減走 那都是可以行無行的 不夠保持放輕鬆 這樣可以幫助聊天你的病情 嗯 好 謝醫生 周邊血管灌流 首先 觀察病人整體外觀 確認有無異常或水腫 或缺氧現象 輕壓病人手指頭5秒 確認病人其周邊血液灌流之情形 正常灌流時間約為2秒 觀察其舌頭有無缺氧之表征 頸靜脈壓 抬高床頭或檢查台約30度 找尋右側內頸靜脈 可請患者將頭輕微轉向內側 觀察內頸靜脈波動的最高點 找尋胸骨上切肌 其約垂直右心房上方5公分處 將尺放在胸骨上切肌並使之直立 用另一隻尺在內頸靜脈波動的最高點 做一水平線 並和原先的尺垂直 兩側胸骨上切肌至兩者交點之距離 正常陰小於3公分 若大於3公分或大於右心房上8公分 即被視為高於正常 頸靜脈觸診 同樣維持床頭或檢查台約30度 以左手手指及中指置於右頸動脈上 向後施壓並感覺其活動 再以右手手指與中指觸診 左頸動脈 不同時壓測量測疾動脈 應可能減少供應腦部的血流 甚至引起吞絕 量測心跳 以左手觸壓饒動脈 並計算脈波數 另一手以手錶計時15秒 將結果乘以4級為1分鐘心跳速率 正常心跳速率應為1分鐘60至100下 找尋心臟最大波動點 觸診時請記得暖手 在鎖骨中線與第五肋間交繪點附近 找尋心臟最大波動點 其代表左心室早期的波動 固於收縮時可觸摸的道 病理狀況可能產生更明顯的最大波動點 如右心室肥大 擴張的肺動脈等 假如平躺時無法識別患者的PMI 可要求些微的轉向骨側 以樹跟手指頭的掌面來做觸診 心臟聽診 首先熟悉你的聽診器 這是中面 這是磨面 使用前請先右手掌溫暖聽診器 戴上聽診器 一手觸壓病人左手的饒動脈 感受其脈動 以助於分辨心臟收縮起破輸張期 另一手以聽診器聽診心音 聽診的位置包括右側第二肋肩的主動脈區 左側第二肋肩的肺動脈區 左下肋骨圓的三肩半區 以及心肩處的二肩半區 正常心音組成為S1和S2 以磨面聽診 S1為心事收縮時 二肩半與三肩半關閉的聲音 S2為心事舒張時 肺動脈半與主動脈半關閉的聲音 S3和S4以中面聽診 S3是由於Volume Overload 血流撞擊心事壁後 快速的減速所產生 S4則是由於Presure Overload 輕防收縮打出剩餘的血液所產生 收縮周期雜音開始於S1之後 並在S2之前停止 在雜音與心音之間 有一短暫間隔 仔細聆聽應可聽到漸弱的雜音 此常見於RT Valve 與Pulmary Valve Stagnosis 可與主動脈區與肺動脈區 停診確認 犯收縮期雜音 Pansystolic Murmur 開始於S1 結束於S2之後 在心音與雜音間沒有間隔 此常見於Tricospic Valve 與Metro Valve Regurgitation 可於三間半與二間半區 停診確認 舒張早期雜音緊接著在S2後出現 沒有間隔存在 通常在下一次S1之前逐漸消失 常見於Aortic Valve 與Pulmary Valve Regurgitation 可於主動脈與肺動脈區 停診確認 舒張晚期雜音開始於舒張期的晚期 並持續到S1 此常見於Tricospic Valve與Metro Valve Diagnosis 可於三間半與二間半區 停診確認 Grade 1 第一集非常模糊 僅在聽診者非常專心時方可能聽到 Grade 2 第二集 輕聲的雜音 未必所有檢查者都能聽得到 Grade 3 第三集 中等程度音量 所有檢查者都能聽得到 Grade 4 第四集 響亮 伴隨有可觸摸的震戰 Grade 5 第五集 非常響亮 伴有震戰 可能在聽診器些微離開胸臂時仍可聽得到 Grade 6 第六集 非常響亮 伴有震戰 聽診器離開胸臂時仍可聽得到 好 先生 我們檢查已經結束了 黑夾長衣服了 謝謝醫師 punished date 從以上 今末 審柏紐